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这个石壶栏非常的可爱 小小的花的造型非常的有趣 像这一颗个体还特别的弯 这一颗是虫唇石壶 有人叫重唇,有人叫虫唇 都可以发现那个字就是虫或是重的意思 那为什么叫虫唇呢?因为它下面有两个唇 所以造成我们就称为虫唇石壶 虫唇石壶呢,它是原生种的品种之一 原产在中国南方一直可以延伸到泰国的地方 随着产地的不太一样,它的花形会不太一样 中国产的会比较圆润一些些 像这个应该是比较偏中国那边的产地的 那如果你是在泰国那个地方会偏尖 所以两个花形很不一样 如果你看过两种不一样的花形 真的是还蛮明显的 那像这个就比较圆润一点点 比较圆,你看这个很可爱 那这个呢,是开花季是现在 就是比较偏初夏的时候 虫唇石壶呢,是它的 我觉得它的那个刚开始的开花时候呢 很像那个葡萄一颗一颗的很有趣 它在那个植物 它在那个,它的枝条上啊 随机的开 不一定每一个枝条都开在顶部啊,或开在下层 在中层的地方,水机开 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兰花品种 好重好重,非常好重 算是一个很入门种的品种之一 那相对而言呢,市场上其实还有一些短的个体 像这个是比较大的个体 大个体 这个大概有40公分50公分长左右 也有小的个体 市场上有那种20公分以下的个体 很久之前,甚至还有更小的个体 以前大概在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我还看过那种 小小的大概10公分左右的个体 这小小的很可爱 不过这两年都没看过了 应该就消失了 好,虫唇石壶呢 它是,算是好重好痒的石壶兰 只要有光线,我觉得它算是好重的 市场上除了这个 这个我们叫粉色系列 除了粉色系列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系列 像是半白的 原本是粉色的 然后慢慢慢慢的转成 它开花的时候是淡粉色的 然后会慢慢慢慢慢慢的转成白色 那个蛮有趣的 我手上也有还有一个个体 那个体在我手上超过十几年了 现在还活着 那也分了很多是小苗 因为虫唇石壶这个兰花 很容易长高牙 所以其实它高牙算还蛮厉害的 蛮多的 所以其实常常会长出高牙来 你就可以种小苗 很多 所以在另外一颗半白的个体 其实现在应该分了好几株 那那个个体的大小就比较小 小很多 不像这个这么大 那除了我们说一般的个体之外呢 还有半白的个体之外呢 还有白色的个体 白花个体呢 前两年其实还蛮多的 这两年应该比较少了一些些 但是还是蛮好看的 这个兰花是基本上要种非常的简单 只要给它上板给它水 应该都不太会种死才对 因为它算是好种好养的品种之一 但是要太阳 你的太阳不够的话 它开花性会降低 一样 兰花都是这样子 如果你太阳不够 许多品种的开花性会下降 所以基本上虫存石虎也是一样的状态 只要是石虎兰类的都喜欢太阳 只是它能不能忍受夏天的高温 虫存石虎它其实应该比较偏低海拔吧 因为它种起来感觉就是比较偏低海拔的兰花品种 很适应品地的温度 它不像有些兰花石虎兰 它很怕高温 虫存它还好 很适合这种品地型的种法 那你可以看到花色 这颗的花色有两层的花色 算还蛮特别的 大部分的都是一层 所以这颗还蛮有趣的 我手上有好几颗这种不同的个体 甚至我还有一颗可以开到满满满满满的个体 那一颗现在在移板中 因为去年的时候 它的根系在以前的舌木板就慢慢的死掉 现在移到新的板子去 今年看起来应该可以长得不错 所以应该今年看会不会开花 夏天的时候 初夏的时候是它主要的开花季 但是有时候夏天也会开 所以它的开花季并不是这么的固定 有时候秋天它说不定也会开一下 这个是还蛮有趣的石虎兰的品种 那有一种石虎兰跟它长得很像 叫尖醇 那种那种石虎兰呢 它我们就种醇嘛 虫醇嘛 这个是尖醇 有人叫那个兰花就有巧克力香 那那个兰花的花形跟花色 跟这个真的很像 不过它很厚实 就长得不太一样 而且它是下垂的 所以完全是不太一样的品种 但是我手上也有 那个反而现在在市场上非常的少 对对品种很有趣 就是玩的人并不是这么的多 所以它有时候会慢慢的冷门下来 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但是像我都会瘦一颗瘦一颗 那你看这个 这个就在枝条上 长出那个花苞 它的一个花苞 大概出来以后有两三朵花 两三朵花 所以如果你的状况好的话 它可以开满满满满的 不过还是要看个体 因为这个个体真的差异性 我觉得是蛮大的 早年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个体可以选 这两年真的是非常的不太常见 反而真的变得非常的稀有 可能都在原子里面 或者是没有人种植它 所以就是变得慢慢变少了 兰花都是有这样子 一阵一阵一阵 所以有时候看到某些人的话 觉得蛮喜欢的 就会收回来 因为送去下一阵子 它就不见了 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它很容易长高牙 所以理论上 它你可以用高牙 一直翻子一直翻子 像我上面还有一颗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把它拿一下 上面还有一颗 目前也是满花中 那一颗的开花的样子 跟这一颗就完全不一样 那一颗 它的花比较尖一些 它比较远吧 那很有趣 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 像这个 像这个虫存 它有一个 有人称为它金鱼远石虎 什么是金鱼远呢 就是它的那个中心 有一个红色的构造 有没有 红色那个点 对不对 有人觉得它很像 那个鲸鱼的眼睛 就是我们在夜市捞鲸鱼的 那个鲸鱼的眼睛 所以有人称为它 叫金鱼远石虎 这也是另外一种说法 反正中文的名称 其实就是随着外形 去做命名的 所以其实没有一定的规则 只是看人家喜欢叫什么 就叫什么 那半白的呢 目前我还没有去看 它开花了没有 不过它还长得还不错 它现在到时候可能会换一个板子 因为它之前的那个木板 其实让它长得没有这么好 之前是用那种树皮 我发现树皮在种某一些的兰花品种的时候 长得并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想要把它换成板子 我这边板子通常长的状况是好很多的 所以其实到时候可能到时候再换 不过因为它很多高牙 所以可以一直 一直种到其他板子上去 相对而言会比较 比较不会灭绝 以前我在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 其实是种在蛇木上 那那一颗的开花性也是不错的 那比较短 没有那么长 像这个长好多 这个就是中型个体以上 曾经我在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曾经看过那种非常非常大的个体 大概有上板牙以上 非常非常壮观 不过这几年很少很少看到这么大的个体 那可能看过我这边认真的种 会不会出现巨无霸个体 因为上面有一颗真的是可以长得 非常非常大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一种原生种的兰花 那很适合入门 我觉得很适合初学者 很适合你想种食忽懒的人 因为它好看好痒 然后但是市场最近几年真的不多 所以如果要的话 可能还要找一下 因为很有趣 兰花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消失 有时候又复活 突然有的时候你在 像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小蛇 以前那个小蛇豆兰 有一阵子突然全部消失 我都找不到 那过来一阵子大概过个 我在找了半年或一年以后 突然大量出现 就是有人做出来这个品种 所以兰花有的时候就是这回事 你要找的时候都没有 那你突然有时候想到某颗兰花 然后要找不到 然后突然过一阵子就完全出现了 那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就从此消失 也有可能 好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这个叫做虫存食忽兰 或者叫基因原食忽都可以 是一种原生种 那市场上大概就是有中国产的 以前还有缅甸产的 然后还有泰国产的 现在其实他们都不写产地 所以你看不太出来 不过看花型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应该是比较偏中国产的个体 就比较偏北方一点的个体 好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